今天是大年初九天宫诞 也是本地许多福建人拜天宫的日子 收访庙宇表示 不少善信前往庙宇祭拜 但恰逢周日 以及不少国人出国 但是参与的人数还没有恢复到 疫情前的水平 记者李雨婷报道 此时一到 洛阳大伯公公开启拜天宫仪式 超过2000名信众 前去答谢天宫保佑 并祈求接下来一年和家安康 负责人表示 现场有预备口罩给有需要的人 目前人潮子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以前的时候好像2018年19年的 真的它的人数很多 最少有四五千人的 这几天就是下雨 刚好拜天宫了 老天做美了 没有下雨 所以相课都拜得很开心 天府宫也迎来不少信众拜天宫 防疫措施放宽后 庙宇今年没有人数限制 无需分批入内 不见人的天宫蛋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习惯 下来拜拜 就比较方便 不用排队吗 去年我们排了很长 今年刚好这边又有歌台 所以气氛非常的热闹 负责人表示 初八晚上和初九的拜天宫人潮近两千人次 移工比疫情之前是多了两成左右 最主要是还要做一些防范措施的 从我们销售贡品的数目来看 是比去年多了两成左右 也销售得很快 全部已经售完了 拜天宫仪式后 现场也安排武师助兴 祝愿信众财富丰盛 Dion贶财富丰盛 感谢观看 再见 具 metadata 战ibility 小几十 陈波 怀唯